就不能解决国内土地的短缺 结决国内土地的短缺只能怎么样 折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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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了 怎么样 侵略 是吧 只能是靠侵略 我们历史上跟这个诡异的民族做了邻居 结果是中日的交往史上 日本人对中国基本就两个状态 要么侵略我们 要么筹备侵略我们 现在是干嘛呢 所以时刻保持警惕 这个民族一亿两千万人口 生活在三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小破土地上 就这点破地 说过了吗 海啸 火山喷发 地战连绵不绝 这点破地 净是多灾多难的 所以孤学海外的民族为了生存 艰难生存 挣扎求生的过程中 渐渐的很自然的形成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 坚信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是不够的 凶狠的强悍的民族应该拥有 或配拥有更多的资源 所以他一旦感觉有危机了 出来抢 出来侵略 认为是天天地义的 我们接触好多日本人 单个的一个个都是好人 现在极端民主主义的千年 一说日本人都是禽兽 这是胡说八道 是吧 你想想 不用想 你也知道这是扯淡 是吧 单个的个体可能都是好人 但是一个个体凑成一个 整个民族的群体性格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格分裂 精神变态的民族 是吧 他认为出来抢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他永远不会对 金国神社里的那些人 持否定态度 是吧 他认为是替你出去抢粮食去了 怎么能不供奉起来呢 总是这样理直气壮的小问题 所以我们不幸跟这样财量 把民族做了邻居的结果 是时刻保持警惕 是吧 但是呢 我过去呢 一说这个一激动 有时候一骂 就骂一个小时 日本人就下课了 是吧 但都是有理有据的 是吧 有理有据 但现在我实在是不愿意说这个了 最近这些年大家注意到了吧 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越来越严重 好多人一提美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 一提就光光地掏刀子 动不动就叫销原子弹干过去 只要是日本人干的 全都是坏了 这个想法对吗 不用想也知道不对 但是我呢 我这辈子就是处处遭遇这种尴尬 你们可能不知道 你们小的时候 八十年代 中国的社会舆论的主流是什么 中日两国之古以来 就是长期友好的 一一带水的友好邻邦 只知道近代由于一小村 日本军国主义者捣乱 才使两国人民感情出现了破裂 长远的看 还是要怎么怎么世世代代代友好相去的 竟然讲这种屁话 我八十年代的书 很小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 知道这是扯淡的 在日本呢 右翼的军国主义的这种势力 一直都是很强大的 并不是一小撮 是很大的一股势力 所以我当年八十年代 跟我的同学朋友聊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总说 日本人这个仇恨呢 不能轻易说忘就忘 并且他们没有忏悔的意思 并且长远看 也时刻都是一个危险 我总讲这种话 我那个时候的朋友 包括我的一些长辈 总说哎呀你这小子 是吧心胸太狭隘了 你这人太偏激了 都过去了 历史就是历史让他过去吧 是吧 总这样说 说我偏激 结果到了最近这几年呢 当年那些说我偏激 让我历史就让他过去吧 这帮人 走向另一个极端 现在一提日本人 就掏刀子 是吧 一提日本人就要掏刀子杀人 然后我告诉他 日本人也不都是坏人 是吧 你不要这么极端 然后他说老罗 说你太偏激了是吧 怎么会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做错呢 是吧 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 像我这个神通行的 是吧 很奇怪 你看我很努力地做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都很难 结果这样的人反倒说我偏激 我就不知道他们查没查过 偏激是什么意思 是吧 就是这群活 所以我现在呢 我有时候都不敢说了 我过去骂日本人 也都是有理有据的 不是煽动盲目仇恨的 结果好多民族主义的愤情 听完了很兴奋 以为我跟他们是一伙的 来信表示崇拜 他又过来请我吃饭喝酒的 说咱们去讨论讨论 怎么搞一场东京大屠杀 他说你就是我们的精神领袖 把我先换了 后来我就在一些场合呢 我讲 我说民族主义的愤情不要误会 我跟你不是一路人 是吧 后来他们回去又跑到论坛上 这边就说了这个汉奸 我希望我的头脑也能像他们那样简单 这样活得挺清楚的 所以希望你有点辨别能力 是吧 不要走极端 日本的问题我不想再说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应该有说 还有中国人有时候 你要知道这些年的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定程度上是被我们的舆论 有意的操控出来的 是吧 我们国家的媒体大家都知道 全国都是统一口径 他想让你相信什么就要相信什么 所以有思考能力的人 在这样的一个媒体环境下 自己要不断的怀疑 自己去求证一些事情 不要整天七点钟 看那个弱智希望联播 整天接受洗脑 洗得干干净净 希望你有点辨别能力 我就说一个中国人很关心的日本教科书问题 大家知不知道在日本右翼的流氓的外区历史的教科书 在日本教科书市场只塞了0.5% 这个你们知道吗 有的人看过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媒体从来不提 我们的西方报道一说就说流氓教科书又出来了 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该抗议了 在日本这种流氓的右翼的主要是福商社出版的教科书 在日本教科书市场占0.5%的比例 根本就不算什么 大部分的日本学校采用了正式历史 中式历史的这种正直的教科书 这种流氓教科书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对这些0.5%的流氓教科书要不要抗议呢 当然要抗议 但要不要抗议日本政府呢 这个你就不要抗议日本政府了 因为体制不一样 日本是一个落后的自由民主的国家 跟我们这种先进的国家不一样 日本是非常落后的民主国家 导致的结果是 日本政府即使看不惯这个教科书 他也没有权利禁止他 听懂了吧 在日本如果你是个右翼的军国主义的流氓 生下孩子 你当然想把他培养成右翼 你就给他送到右翼学校 接受右翼的那些教材的教育 这样长大 都是这样这个日本政府即使反对 他也是没有权干涉的 听懂了吧 他们的法律政府是不能干涉的 不像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教学大纲 拿一本书上面看着不说眼 说进就进了 日本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不能以你自己国家先进的这种特性 要求我们落后的邻国日本 也像我们这样说进就进了 这是进不了的 听懂了吧 中国人整天刮 德国人说二战反省的好 德国二战确实反省的好 但德国有没有新纳粹啊 也有 新纳粹搞聚会 德国政府能不能管 不能管 是吧 按照他们的那种落后的自由民主的制度 是不能管的 除非这帮人出去打砸抢 出去烧犹太人的房子才能抓他 如果他们只是聚会讨论 煽动仇恨 是不好抓他的 是吧 在美国大家知道 种族主义的三K党 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党 但是三K党要上街游行 美国政府能不能禁止啊 不能禁止 是吧 他们也是一种落后的自由民主的制度 是吧 所以老百姓要上街游行 不管什么理由是不能禁止的 所以大家知道 当年九十年代出过一次 三K党在纽约市申请游行 根据美国法律只能允许他游行 所以这十几个成不了气候的 十几个四五十岁的弱智三K党 是吧 拎着标语出来游行宣传白人至上 出来的结果是警察政府不干涉 但是老百姓来劲了 是吧 几千多纽约市民听说这个事情以后 自发组织起来 大部分是白人 是吧 自发组织起来 在这个三K党图游行的街道上 看他们过来呢 就集体几千人冲他们吐台 骂他 是吧 最后他们只好灰溜溜地回家了 就是这样 就说我们的制度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抗议日本的扶上社 但不能说抗议日本政府不禁止这些教材 因为我们制度不一样 是吧 所以我们出来抗议 要抗日反日 都是好的 但要有理有据 是吧 当然要笑话 现在国内的民主主义情绪 一定程度上 是我们的媒体操纵出来的 是吧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回去自己想 有些话课堂上不方便 是吧 不方便说 看一下 感谢观看